新聞頭起先來關心 中華英海地區按這個新港廠室 一直到達方萬大聲 有不就在在養蚵仔的蝦民 必須要割到這個替蚵仔車 來載一些蚵仔 各位分開市在中華管政府 是露室來發出蚵仔拔運機的 白照給蝦民 給蝦民說可以合法上路 不過現在雖然來團出 要開這個蚵仔拔運機 必須要先割到普通當行機車的價格 讓蝦民感覺是在調籃 向館員臨中含來認證 到月中開始 中華管政府留所發出蚵仔的白照給蝦民 以專用白症立罐 可以進一步保障蚵仔拔運的環境 不過是後來團出賣蚵仔 一定要有普通當行機車的價格才會贏 水平的當中 提出說要依親身機車的白照為主 來讓蝦民通過 為什麼現在我們通過後的時候 我們車改造機 正在說車改造機的時候 變成把我們的範圍 我們把雙消費 名稱雙消費 現在變成普通縱行機車的白照 這有法度來負合我們請蝦仔拔照 林總和這次很多貴賓年紀都比較大 也因為沒有帶什麼車 要再去蝦仔拔照實在親交民 牡蠟搬運機 機喔你聽好喔是機喔 機代表什麼呢 代表受分 會要操作就好了 我們通過這次要求就是來親身機車 就是說我們蝦仔龍會了解到交通上色 這樣就好了 紅燈指定會好動 左轉會好轉 紅燈指定會好爬 這樣就好了 你為什麼 你車拔不過 你拔到錢回來的時候 你為什麼變成說 這個主機越嚴重 為什麼這樣 林總和共調 蝦仔車已經立法 證明牡蠟搬運機 既然是機股 就應該比較 小地格仔鵲頭機 電動力機股 是受分速滴建造 不是去扣歐巴掌走 大家先問中西良中華 彩虹不得